原來有人說 我反對台獨 他說主張保持現狀 現狀就是台獨啊 你反對台獨就破壞現狀 因為統跟獨 中間並沒有任何其他人 模糊地帶 我是演一個 中華人民共和國 派來台灣滲透的香港人 早2點3一拍台劇 曹新城統獨沒有模糊地帶 陸文哲進成中共滲透源 這個主題叫臨日攻擊 不過現在大家對中共 以武力來犯 好像大家都覺得很遙遠 如果覺得明天就會打過來 現在股票不會這麼漲 房價應該也會跌 所以大家認為說 武力攻打很遙遠 可是這個中共在文攻方面 其實對我們起碼 攻擊了20年 七七歲的聯電集團創辦人 曹新城 雜2.3億首度投資台劇 領日攻擊 他進出席記者會 這齣劇也觸及 敏感台海戰爭議題 表達人說 我反對台獨 可是我主張保持現狀 現狀就是台獨啊 你反對台獨是破壞現狀 因為統跟獨 中間並沒有任何其他人 模糊地帶 就比方說我們講 這個一個人已婚或未婚 沒有模糊地帶 你說我記舞后 我又未婚你是騙子 睽違六年再度來台嘎戲的港星 杜汶哲也是一大亮點 我是演一個 中華人民共和國 派來台灣滲透的香港人 哇 哇 就看不出來那種 作為一個杜汶哲 演這種角色 滿尷尬的 哈哈哈哈 中共派來滲透的人就對了 嗯 其實這個 覺得是 難度很低的 哈哈哈哈 沒有很高 因為我在香港 看很多這種人 哈哈哈哈 由杜汶哲在九思幽默 杜汶哲在2022年 拿到中華民國身份證 目前在台定居中 京劇台灣之後 胖了大概 十公斤吧 一直都很想演反拍 嗯 可是都沒有這種機會 嗯 可能 就大家覺得我都是演喜劇比較多吧 哇 他那種反拍 就是非常壞的那種 哈哈哈哈 就是 就是幫中共做 滲透工作的 我們香港人叫收共產黨錢 收共產黨 我們一起這個角色有什麼 心理過不去的態度 非常過得去 哈哈哈哈 然後香港 接幾年特別多這種人嘛 就是 幫共產黨 做事情的人 香港特別多 那台灣有 哦 台灣人更多了 台灣人口比香港多嘛 在自己的 領域裡面 沒有很成功 失敗的人才去做嘛 比如說做生意的 做生意做得不好 怎麼辦 沒關係 幫共產黨做事 生意就變好了 那如果你做人 本身就很成功 根本不需要做這件事情 會出賣自己 跟出賣國家的人都一樣 對不對 每一個國家都有這種人嘛 我們一起去看 我們在街上看 那我可以做的 我們來看